好,我們先把這個段落講回再來看這個遊戲 好不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我們的Post-Adestat 它一定是在 必須在領域上 那混合Rack 全部都會變異 因為機率分布都OK 那再來講完是Metal-Boltzmann 那如果我們依照數學韓式畫圖的話 Metal-Boltzmann是這條路線 那可是這條路線這樣畫起來是不是不對的 為什麼這樣畫是不對的呢 因為Metal-Boltzmann 他其實是 Post-Adestat 近視 那什麼想要近視 在你的太被佔有的機率 是很少很少的情況下近視 對不對 什麼意思呢 你的太被佔有的這個 機率是很少的情況下 我的NJ比上 GZ應該是一個很小的值,對不對 那這個值如果很小的話代表的是怎麼樣 這個值要很大 是不是 對吧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喔 這個Metal Bohm 是這兩個在 幾乎被佔有的近似喔 所以當這個幾乎被佔有 這個比值要很小 這個比值要很小可是這個值要很大 因為這已經固定了嘛,對不對 這就是0的嘛 這個值要很大 這個值要很大 表示我x是很大的 對不對 所以x是很大的代表說 這一條線算數學上畫起來是全部都可以畫 實際上來說呢 它可以移取的區域是什麼 也x要很大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邊可能都不太符合這個樣的分布的描述喔 這樣能夠點意思嗎 是這個綠線要在很大的地方 才會符合我的這個Metal Bohm的結束圈群 所以呢 這條線這條線雖然是直畫的 是長這樣 但是的確是介於兩者之間 但是它的近似只是在這個值很大的地方 很大地方 然後很大兩樣的三樣眼就就一直在一起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條線 它可以定義的地方是很大 跟這個線呢 它可以定義的地方是在0之前對不對 它才是手動的東西 好 好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ok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這個化學位的定義呢 我們把化學位講的 化學位的定義呢 它是一個定義的 上學學有講過啦 其實我們可以定義絕對的化學位 那我們是不是所有的化學反應就會告訴你 它會不會發生嘛 對不對 因為你希望高能量到低能量嘛 高濃度到低能量嘛 假設你能夠把每個物質的 對應到的確的化學位定出來 對不對 那一些化學不平衡時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說 這反應到底會不會發生 好 比如說 你可以酸減一些反應嘛對不對 你把一根眼睛擺在一起 它就不會動啦 好 你把這個 綠化納綠化醬把它全部擺在一起 它不會變成什麼納化醬 綠化儀不會嘛 對不對 因為你的化學位的問題就是 差不多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是看綠工的黑熊 你可以去定義它啦 你可以去定義它啦 那 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找一個 ZoEnergy的Evidence Point 什麼零點的一個 一個 一個參考點 至於怎麼去定義這個參考點呢 就是化學家的事情嘛 對不對 一般來說可能就是 定義氣 就是氧 不然就是水嘛 大概就是這類的東西 當作 所有物質的化學位的一個零點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這個定義好之後 大概繼續量嘛 再繼續量嘛 對不對 就可以知道每個物質 它在什麼狀態下 它帶有的化學位能量是多少 所以混在一起的時候 會不會發熱 會不會反應 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OK 好 所以是定義氣的零點 會能幫忙 就像五 定義重力 會能幫忙 一模一樣 但是一旦定了 說了就一定要跟它跑 對不對 不然這邊定這個叫零的 定義定一個零的叫零 這樣子不行嘛 我們就沒辦法比較 所以定義的話一模一樣 好 一模一樣 好 那對於例子來說呢 這個當你定義好這個μ之後 那個EJ-μ EJ-μ 就可以看到這個說 能量到底是 是相對這個potential weight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這個μ不會當作是一個potential weight 什麼意思呢 你這樣定義它的時候 你就在胃乳精裡頭嘛 能量高於它的時候 就是在胃乳精的觀念嘛對不對 一般來說就是這樣子嘛 假設今天你們在量誤課 量誤課 或者像這個 這個它就是一個束縛的 一個同類的胃乳嘛對不對 一個名字啊 一個是一個量子筋嘛 或者是量子線嘛對不對 你的胃呢是長什麼樣子 胃呢是長成的 假設我可以畫 這樣子的話 胃呢 這是原則的嘛 越方越能 你胃呢就越低嘛對不對 所以這看起來像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 胃呢 胃呢會不會很緊嘛對不對 胃呢會不會很緊嘛 好 知道我在畫什麼嗎 看了出來畫什麼呢 我們草皮要畫草畫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這樣畫的 距離不可以是負的嘛對不對 好 因為這原子能啊 距離是負的 這是距離卡嘛對不對 對不對 這胃呢 U嘛對不對 當我一個變子往原子核移動的時候 無窮遠處胃的是零嘛對不對 靠近原子核的時候就會長成這樣子嘛對不對 一般是這樣子嘛 是不是 啊所以呢這裡頭呢 就是像一個胃能筋的樣子 它長得不像方筋胃能嘛對不對 你們說學過的方筋胃能應該是長成這樣子方筋人對不對 啊這原子核它是跟阿平方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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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子嘛對不對 它是一個類似這樣一個情況也會很緊嘛對不對 對不對 當你能量比較大的時候 哇 電子可以到處亂跑了對不對 命的能量比較高嘛對不對 能量比較低就是舒服態 那CAMIC COMPETENTIAL就有點類似的意義 它有點類似這樣一個異位 好 那當然啦 當然啦 這個如果我們今天有個例子 它身上不帶任何能量 你把它加到你的這個系統裡頭的話 好 那你的這個這個系統 它它到底是一個吸引力還是一個排斥力 一般來說 如果是0的話 它還是一個吸引力 一個0你可以跑進去嘛對不對 轉換成洞的嘛 一般來說0丟進去還是會是一個吸引力啊 好 那如果系統呢 它不交換粒子的話呢 如果系統它不交換粒子的話 如果系統不交換粒子的話 那你怎麼去定義這個這個0電在哪裡 你可以交換粒子的話 一定會是吸引力最小的地方嘛對不對 那如果還不交換粒子的話 你就自己去找這個參考電嘛對不對 半導體物以後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講的粒子會從 加電子變成傳導電子有沒有 這個的中間是叫做0嗎 一般來像是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呢 好這一段我們不講的 這一段我們剛剛都有講過 好 那我們先來這個 討論一下這個我們的作業的部分 好不好 討論完後 還要使用再把這一段 把它最後再把它講完 好